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边少口才是非常好 但是却是非常地爱打瞌睡 就是时不时可能在讲着讲着 在教学的时候可能开始就 开始钓钓钓钓钓钓钓鱼了 那之后这些小朋友 就是由于这个边少长得有点胖 那这个打瞌睡的这个模样 其实也是挺可爱的 那你知道学生 他们就是非常喜欢取笑 就是连同大家一起三五成群的 看着他们的市长在那边打瞌睡 结果他们会觉得挺可爱的 就会取笑他了 那这个学生就以这个顺口的一个溜来嘲笑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是边孝贤富便便懒读书淡欲眠 就是说边孝贤他就是大度很大哥 然后就是很懒得读书 却是想要睡觉了 所以他的那个意思就是指边孝 先是有一个大肚皮然后懒得读书 而且还是想要睡觉的一个老师 那这个边孝当然他是非常有才华和有学士的 他就回复说边为姓 孝为字 那他的意思就是指边是我的姓 那孝就是指我的字 也就是我的名字这样子了 那指了这个富便便王金丝呢 那他的意思就是指这个大肚皮 其实是装着这个五金的这个竹箱子 也就是所有的学士都在他的大肚皮里头了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老师真的是非常聪明的 那他在这里又讲到了 便欲眠 丝经事 那意思就是指他睡觉其实是为了要思考 所以这个老师真的是跟他们那个对答如流的 然后这里还有这个 妹与周公通梦 竟与孔子同意 那意思就是指睡梦中来会见这个周公 那安静的时候与这个孔子相互有一个交流的意思 所以其实这个老师他不是在睡觉的 他只是在学习 那诗而可嘲出和典记 那意思就是指哪家的经典教导这些嘲笑老师的呢 所以还就是返回来来教导他的学生了 那所以这个大肤便便的意思就是指 带着嘲笑语气来形容一个人肚子很大 OK 其实我们现在的一个隐身意 或者是现在我们所听到的一个大肤便便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来形容孕妇 因为他们在怀孕的时候 这个肚子很大个嘛 就会指这个大肤便便可能比较不方便 做事情或者是上下蹲 一些行动上比较不方便的 所以今天就把这个大肤便便交给大家了 非常有趣 好 那现在把时间交给Pauline 来看看今天的新闻热点吧 那下午好 我是Pauline 陈丽兴 先带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新闻热点 那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黑心商人 出产很多黑心食品 什么东西都有假的 吃进去之后呢 会对你的健康 对你的身体造成危害 那最近呢 也在这个冰州发现到了有这个女性保养品的赝品 也就是出现了假的饮品啦 那这一款保养品呢 它的名字主要是 它的名字是Harun Malam 意思是夜来香啦 那这个夜来香的保养品 就是发现到出现的赝品 那很多人喝下去之后发现到 有这个咳嗽药水的味道 而且喝完了还会上吐下泄的 那这个冒销局呢 也发现到了说 他们就是通购了好多好多箱子都是赝品 都是假货 所以在这里就是要提醒大家 就不要乱吃 就是你可能市面上找到的 都是一些假的一些饮品啦 所以一定要确保你买到的是正品 才去饮用喔 不要随便看到便宜 现在又有12 12嘛 看在很多网路上都在丢便宜的东西 那你可能买到的就是赝品啦 是的 没错 那其实我在看这篇报道的时候 我就非常好奇夜来香 因为通常我们指夜来香 好像在指这个便便的意思 其实不是 因为它是取自于这个 哈伦马朗 那其实这个夜来香的饮品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女性的保健健康饮品 那主要的这个功效呢 就是可以去除这个体臭 而且维持清香味 所以叫做夜来香 这个其实蛮奇妙的 还是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产品啦 没错 那我也带大家看一下 怎么去分辨真品跟艳品 最主要是价格上不一样啦 价格如果是真品的话呢 价格是介于30到32令吉 但是如果是艳品的话 非常便宜 它只需要18令吉啊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外观上我们看到它差别并不大 只有二维码是不一样的 液体的时候 就是看到它里面的液体的话呢 真品是比较浓稠 味道也比较清香的 但是艳品呢 喝起来就好像有咳嗽药水的味道啦 对 那也再来另外一个辨别方式呢 就是刚刚我说到的这个二维码 就是你可以扫一扫这个二维码 对 瓶子上有二维码 你扫了之后呢 如果是正品 它会带你到他们真正的网站 那就是这一个UNIQ 但是如果是艳品的话 它带你去的是UNIQ 就一字之差 对不对 没错 没错 所以在大致是要特别小心啦 是的 没错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法令 如果你真的是发现到这些艳品 当然你必须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去通报啦 那根据这个2011年 这个商业事务法令 第82B条文 如果是这个提供这个艳品呢 其实如果是你个人的话呢 将会有这个罚款不超过一万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三年 或者是两者兼施 那如果是重犯的话呢 这个罚款是不超过两万利吉 或这个监禁不超过五年 或者是两者兼施 如果是企业的话呢 这个罚款呢 就会不超过一万五千令吉的 是的 那如果你是重犯的话呢 这个罚款是不超过三万令吉 所以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发现到 如果真的是有这些黑心商人 真的是推出这种赝品的话呢 你去投报啊 真的是比较严重的 是 没错 那除了这些赝品喝了 对身体不好之外 会造成危害 其实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这个主题呢 也是对你的小孩的身体 会造成危害的 是的 小孩肥胖 不知道你要怎么去定义一个小朋友 到底胖还是不胖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大主题 随着现今社会的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和提高 儿童 青少年肥胖症的问题 以惊人的速度日渐增加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 儿童肥胖症是21世纪最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之一 并且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婴儿期以及学龄初期的儿童 较为容易被肥胖症找上门 这不仅会让他们的外表影响了自信心 还会给自身增加健康风险 例如心血管疾病 呼吸道疾病等等 更为严重的是肥胖儿童有1分之1的几率 长大后也会被肥胖症找上门 那家长们应该如何控制孩子的饮食 避免他们拒之成灾呢 今天就听医生怎么说吧 是的 我们今天就了解 就是不要让这个肥胖找上你的小朋友 那我们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儿科童科医师 正书之医师 医生 你好 你好 医生先来说一下 很多人会觉得说小朋友白白胖胖很可爱 那我们要整理一下 对 觉得说小孩子本来就应该要胖胖的 但是有什么界限是可以去定义说过胖了 或者是在正常的指数范围内呢 对 那么通常我们都听说这个BMI字 Body Mass Index或者是 通常我们大人也会以这个来计算 对 小朋友也是 两岁以上的小朋友 我们就会用这个来计算 好 所以不便的大家都听说过这个 所以怎么计算呢 那么它就是以重量公斤来计算 除以身高 身高要以米来计算的平方 所以如果它的医生就会变成 但是它只适合用于两岁以上的儿童 好 就是两岁以上才可以这样子 那其实男女它的图表显示出来的这个结果 好像也是不一样 那在这里其实我们就有两张图 一个是女生的 一个是男生的 这个体重身高指数 我们看这是几条线的往上升 往上扬 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 这就不是股票 所以这个就是两岁以下的儿童 我们要怎么定义为 怎么样叫做肥胖呢 那么男女当然也不一样 所以这是世界卫生组织 就会有这个体重以身高 或者是身长来计算 女子的话 你只要需要把宝宝的体重和身高 打个点 那么这些线条是什么意思 对 那么只要超过97 这个其实是百分比 只要超过97% 那么就定届为超重 超重和肥胖 所以它在这个范围的话 其实是还可以 如果是超过了 那就是属于肥胖 对不对 超过97就是肥胖 但是当然我们也要看 每一个不同的岁数 不同的身高 当然我们就可以看 我们叫做鲤鱼 每一个时间它是怎么生长 当然如果它突然是从这里 标上这里 当然我们就知道 那个速度太快了 对不对 那个阶段 好 了解 那男生就是一样吗 也是一样的 对 只是男女有别 所以就要在不一样的地方 好 所以其实它也是好像 我们在这里也是看到这样子 然后也是到97% 对 所以超过97%的话 那也是属于过胖了 对吧 对 那就是肥胖症 好 想问一下医师 这个图表其实一般上 如果父母想要自己上网找的话 找得到吗 找得到 你只要搜索世界卫生组织 这个是身长以身高 对身高图表 那就可以找到 这也是对两岁以下的小朋友 对 两岁以下的小朋友 好 因为很多人误会的 两岁以下也算BMI值 所以你在网上也会看到 BMI两岁以下也有的算 但是就不准确 了解 对 那是两岁以下 那现在我们有两张图表 是属于两岁以上的 对 好 那这个可能又不一样 那它的算法是如何 就是刚才所谓的BMI这样子对不对 好 那这个图表又要怎么样来理解呢 好像也是有97楼 这边也是一样的 对 这个就像蛇一样 所以这个图表就是说 刚才以刚才的计算方式 算出了一个号码 好 大人 我们会时常有一个 我们讲神奇号码 神奇号码 是 对吗 但是小朋友他们还在成长 我们不可能把五岁的小朋友的体重 跟一个十六岁的小朋友的体重 才相比 那么就不公平了 所以这个就是介于 二到二十岁之间的 两岁是不一样 对 那么算出来的号码 只要把它放上去这里 所以看你拿到假设性 八岁小朋友 你的BMI值是20 那么它就会在这里 那么它是介于90跟95之间 那现在还可以吗 不是的 好 如果超过两岁的小朋友 超过85%就是叫做超重 超过95以上就已经是肥胖着 对 了解 所以这边有一条比较深的这个曲线 所以这个就是介于中等 对 了解 好 那男生呢 男生也是一样吗 对 一样的方法 也是一样的 所以只要超过85%就是肥胖了 超重 超过85%是超重 超过95%是肥胖 肥胖 好 那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图表 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那其实这个肥胖程度的话 应该要怎么样来理解呢 对 就是跟着这个图表来说 肥胖程度也一样的 就是说超过85%超重 超过95%肥胖 那是极度肥胖呢 我们就会说它是95% 因为在上就没有得看了 所以是120%超过95% 那么就是极度肥胖 那我们有看到说 其实肥胖可以有分好几个种类 对 对 有看到第一个呢 也比较普遍看得到的是 营养过剩而导致的肥胖 这个是比较多看到一些可能 患上肥胖症的小孩子或小朋友 对 比较常见的症状 就比较不便 那么种类或者我们说成原因吧 那么营养过剩是超过95% 就会说是这个肥胖型的原因 95%是因为这个 营养过剩 对 营养过剩就是生活方式 或者是摄取过量的营养 或者是高热量 我们通常说三高 是 高糖 高脂 高甜 对 没错 这些都是 还有就是生活方式可能就是运动不足 或者是里面不足 现在大家都在滑手机对吧 对 都没有运动了 很少户外活动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导致肥胖的因素了 就是不要动了这样子的情况 对 大家都是坐着而已 好 另外一种肥胖的种类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一些疾病而导致的 所以我们称它为的就是病态性肥胖 那在这个%里头应该是有多少比例呢 大概只有5% 就只有5% 那么这个病态肥胖它可以是一个综合症 基因的问题 或者是荷尔蒙的问题 我们说是内分泌的问题 也可以是神经系统的问题 那么通常如果婴儿少于一岁突然发胖 或者是发胖率过高的话 我们都会担心 那么就需要去做检测 对 做检测 好 所以我们几时会发现到 它们有肥胖性的一个问题呢 可能是它去做检测的时候才可以测出得到 那么通常婴儿它都是需要做预防针 对不对 打预防针 那么打预防针的时候呢 父母亲们就应该要注意 因为每一次他们都应该会量体重和体高 对 进而会演算这些 知道自己有没有肥胖了 如果已经发现到 已经在85%到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对 就要采取行动了 对 就不好再等 是 没错 那稍后我们的医生将会细细地跟我们分享 他应该要怎么样去预发 这个非常的重要了 是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 拥有最健康美食的国家是哪些国家 拥有最健康美食的国家 意大利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 意大利拥有世界上最低的糖尿病发病率 意大利美食除了披萨 意大利面和冰淇淋之外 还有更多健康可口的美味佳肴 现今 意大利料理都采用低蛋白 多蔬菜的烹饪理念 而且意大利人多用橄榄油烹饪 因为橄榄油富含Omega 3 对心酸健康有着非常多的好处 希腊 希腊的地中海美食 绝对是减肥人士与身材保持者们的最爱 因为不仅健康还具有减肥的特殊功效 传统的希腊食物是由绿色蔬菜 富含Omega 3的橄榄油 新鲜海产品 全麦食品 新鲜的水果和少量的乳制品组成 在这里人们也流行食用小份量食物 并称为Mats 加勒比 百慕大 安龟拉岛 以及开曼群岛等岛屿的食物 不止美味同样还注重健康 这里多采用新鲜的鱼类 鱼孩产品 淀粉类蔬菜 大米和辣椒等材料 这些食材都具有降低血压 和促进新陈代谢的功效 这些美食中还使用了大量新鲜的热带水果 使它们具有浓烈的加勒比特色风味 瑞典 瑞典和北欧美食 总体来说以海鲜为主 这一地区食物的烹饪方法 都以熏 清 炖 风干和腌制为主 正餐的搭配上以蔬菜水果为主 甚至就连主菜的搭配 都尽量避免口味过重的酱汁或油炸食品 白面包与薄脆饼 也常以脆黑麦面包代替 因为它拥有更为丰富的纤维 欢迎回来 刚刚已经跟大家大概辨别了一下 怎么去看你的孩子到底有没有肥胖 或者是患上肥胖症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看 到底患上肥胖症的这些小孩有什么症状 那么刚才说到BMI值 对 BMI值也升高 那么那些都是包括骨骼和肌肉 我们更担心的当然是脂肪 对不对 所以腰围就是一个很好的指示 就是一个显示 显示到底脂肪值 身体脂肪值够不够 那么一样的 腰围儿童不同岁数不同年龄怎么办呢 也有它的图标 但今天就不要放这么多图标了 OK 了解 所以腰围是其中一个 OK 那大概腰围的话是在多少吋 还是多少CM 就像我说的 因为不同年龄 男女都不会 对 男女也不一样 所以也是一样跟住那个肥胖症 超过85肥胖症以上的就是腰围过 就是肥胖了 了解 那还有看到就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是一个黑脂肥病 想问一下医师这个是什么病 对 好像比较罕见的 这个其实基本上它不是一个病 它是一个症状 那么你会看到在颈项背后 有时候会看到腋下 就好像永远都洗不干净 好像就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在图片上看到的 对 他们都说是不是没冲凉等等 其实它是不能够洗脱的 这是一个胰岛素产生抗体的症状 所以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肥胖所以才会导致它有这个黑脂肥病 这个就好像我们大人如果是有糖尿病的话 这个地方也是会黑黑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因为大人糖尿病也是因为胰岛素不敏感 对 这就是胰岛素不敏感的症状 所以要注意如果有这个的话 就要开始注重饮食 也可以检查血液 好 那其实这个就是黑脂肥病的话 它算是一种遗传吗 会是遗传病还是病的 不是 它就是因为身体里面对于这个胰岛素 有产生抵抗或者是不敏感而导致的 对 它本身不是一个病 它就只是一个症状 它也不会是因为遗传 是可能你后天的一个 饮食不当而导致这样子的 对 好 了解 那当然还包括了就是肝脏总大 还有腹部下方的皮肤会出现白纹或者是指纹 这听起来有点像孕妇的妊娠纹 对 它就是大概就像孕妇的妊娠纹 但是孕妇人什么都是白色的 普通配方也会有白色的 但是紫色就比较特别一点 真的 紫色好像比较少见 紫色其实就像是肋固醇过量 这是其中一个症状 肋固醇过量就会有这个症状 如果是它需要注射肋固醇还是什么 会不会是一种疾病所导致的 通常肋固醇是口服 有疾病是需要口服肋固醇 当然如果是 或是可能一些皮肤敏感 还是什么 对 皮肤敏感或者是肾上的问题都会 但是有时候有隐藏性的类固醇 在中药里边 尤其是就这样子去购买 没有听医师的指示而购买的 中药都要小心 好 所以还是要去寻求专业的 中医师这样子才比较OK 好 了解 那如果是说可以 就是那个高风险族群 患上这个小朋友的肥胖症的话 其实有哪一些 当然高风险我们就说 其实是从母亲怀孕开始 就已经是一个风险了 那么如果母亲怀孕 有这个妊娠糖尿病 或者是体重突然加剧 那么 小朋友 对 胎儿的基因和荷尔蒙 就会产生这个不平衡这样子 所以就从胎儿开始 就已经有这个肥胖的风险了 OK 所以它是家族遗传 而这样子导致 其实也是可能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妊娠糖尿病 而且它是 妊娠糖尿病本身 因为不是家族遗传嘛 所以妈妈一定要去控制 对 所以怀孕的时候 一定要注重血糖 但是遗传方面 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 一家子都是比较大 圆润润的那种 对 好 那也有可能有说 某些基因可能比较敏感 好 那这边还有看到 高风险群足 还包括了就是一些 饮食不规律者 或是懒惰的生活方式者 就是不运动 对 慵懒的生活 而且这里也有做 BMI值多过85元 当时就开始要注意了 对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那个计算的方法 因为研究已经证实 如果小朋友有这个操纵 很容易就长成16倍以上吧 就会长成亚肥胖的大人 所以小朋友这个青少年 或是儿童这个阶段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很关键的 我有听说过一个这样的说法 只要你在25岁前 可以不肥胖 那你这辈子应该就比较 肥胖的基率就比较低一些 真的是这样子吗 医生 也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还没有这个号码 还有中年发福啊 对 对 再来看到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就是这个肥胖带来的危害 有哪一些呢 那么肥胖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这个代谢综合症 或者是说 Metabolic Syndrome 什么是Metabolic Syndrome 就是 也有二型糖尿病 或者是胰岛素的抗体增加 也会是血压高 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么担心呢 这个代谢综合症 是因为代谢综合症 会引起心血管疾病 那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就会更高了 好 那在这里有看到一个很恐怖的癌症 为什么会导致癌症 对 那么肥胖如果从很小的年龄开始 以后长大过后 男性的话就会比较普遍 可能会有这个前列腺 传染症 传染症 那么女性就会有更高风险的这个乳房的 乳癌 所以就变成是高风险血管上的这个癌症 所以就不只是这些血压的问题 也会包括癌症 好 这个会影响到后期了 就是成年之后了 如果小朋友肥胖的话 那当然还有看到另外一个是跟肌肉 还有骨骼相关的一些疾病 是吧 对 那么你想象一下 当我们的身体的骨骼也不够很强壮 但是身体的重量就太重了 那么就会增加 无形中增加了这个 我们关节的负担 骨骼的负担 那么就会弄成关节歪曲 当然也包括呼吸管方面的疾病 这个就像我们说打臂寒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打臂寒 其实比较普遍 没问题的 但是打臂寒其实是一个 这个呼吸管道阻塞的症状 是 就是睡眠 呼吸 暂停中和症 是那么的长 小方叫做O-SARS 是 没错 所以这些也是要特别注意的 因为都会引发出一些其他的病发症 它会造成形象衰竭 是 没错 那一定有这个治疗方式吧 如果是真的是患上肥胖 那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 当然如果已经是到达肥胖症的阶段 治疗方式基本上对于小朋友不会很多 因为药物方面大部分都没有经过 这个美国FDA认证 对不对 那么除非是极度肥胖 或者是完全就动弹 不得 没有行动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手术 手术包括 这个代谢手术 其实是包括把这个胃部缩小 有不同的方法 但是其实就不鼓励 而且很少 所以最后这个听起来解决方式 就只有预防 对 然后我们说预防 预防就是最好 剩余治疗 对 可是我们在这里刚才有提到 就是母亲在可能怀孕 妊娠的时候 可能这些就是那个过程也是非常关键 就要开始注意了 是吧 所以我们就赢在旗袍点 母亲怀孕的时候 就应该注重这个饮食方面 饮食均衡 那么母亲没有妊娠糖尿病 婴儿也就健康了 对 所以一定要控制这个体重 还有糖分的摄取 这都非常重要 对 那到青少年时期的时候 这些小朋友应该要注重的就是 要健康均衡的饮食习惯 而且要有足够的运动 这个真的很重要 是不是 对 所以就是有进就有出 所以一定要均衡营养 然后要运动 是的 那可是在这里 医生 有一位观众朋友他就有一道问题 他手机尾号是7925 他就说如果他就是非常担心 孩子在变肥 然后之后再控制他的饮食 会不会造成营养不良呢 因为可能很多人就觉得 那个不吃 那个不吃 对 儿童你知道在发育阶段 一定要吃得很充足 可是又再控制的话 会不会导致营养不良 所以这里那个重点字眼 应该就是均衡 所以当然小朋友还在发育成长 我们不可以完全说 大家什么都不好吃 是 就不可以了 所以均衡营养很重要 分量也很重要 那么每一个年龄阶层的小朋友 需要的卡路里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就要有一点深入研究了 多少卡路里 只要它是浮予那个足够的分量 它们就可以成长 那么就不用担心营养不良 了解 所以关键就是均衡 对 以及就是营养的这个均衡的情况了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郑医生 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是的 那刚才医生有提到 就是营养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 就是低热量 然后又保护的一些食物有哪一些呢 低热量又保护的食物 冻豆腐 豆腐经过冷冻能产生一种栓性物质 这种栓性物质能破坏人体的脂肪 如果经常吃冻豆腐 有利于脂肪排泄 实体内积蓄的脂肪不断减少 以达到减肥的目的 冻豆腐具有非常多的空隙 营养丰富 热量少等 所以不会造成明显的饥饿感 竹笋 竹笋具有低脂肪 低糖 高纤维的特点 不仅能促进肠道蠕动 帮助消化 去积食 防便利 并有预防大肠癌的功效 竹笋的脂肪和淀粉含量很少 属于天然低脂 低热量食品 是肥胖者的佳品 木瓜 木瓜中的木瓜蛋白酶 可以将脂肪分解为脂肪酸 而木瓜中含有一种酵素 能够消化蛋白质 并有利于消化和吸收 另外 木瓜还可以治疗水肿 脚气病和改善关节问题 花野菜 花野菜含有丰富的植物性蛋白质 维他命C 钙 铁等 不仅有降脂的功效 所含的可溶性纤维 还有助于清除肠荡垃圾 降低胆固醇水平并有效控制血脂 黄瓜 黄瓜所含有的黄瓜酶 可以促进人体的形成代谢 排除毒素 所含有的维生素C 能美白肌肤 抑制黑色素的形成 和保持肌肤弹性 富含的维生素E 更可以起到延年益手的功效 此外 黄瓜内也含有 丙唇二酸 可以抑制糖类物质 转变成脂肪 欢迎回来 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小朋友的饮食均衡 其实很重要的 那大一点的孩子 我们还可以去控制 说给他吃些什么东西的 但是两岁以下的小朋友 你要怎么去控制 又确保他得到这个 足够的营养 跟均衡的营养呢 是的 所以这个儿童 在成长阶段 要摄取的营养均衡 真的是非常非常地重要 而现在我们的摄影棚里头 是充满着伟大 跟那个爱心的感觉 这个母爱抱疼 因为有两位 就是Emily Essential的妈妈 来到我们现场 就是Emily及佩君 两位好 你好 是的 两位妈妈是不是都有 一岁以下的小孩子呢 以上的小孩 对 一岁以上的小孩 所以是多大了 所以佩君先说吧 你的孩子是几岁的 两个女儿 一个是五岁 第二个四岁 一个五岁 一个四岁 那Emily 我最大的女儿是六岁 然后小的孩子是三岁 儿子 对 怎么两位都长得这么年轻 对 你们太会保养了 是 真的 所以其实你们呢 就是身为母亲嘛 都希望给孩子 是最好的一些营养均衡的 一种补助 或者是让他们 就是可以摄取到最好的 那其实在宝宝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 其实呢 那两位就会给宝宝饮用这个Emily 那其实是为什么呢 嗯 来 佩君先说吧 嗯 我怀疑我怀疑是开始就开始喝Emily 嗯 嗯 嗯 就是就母乳 然后到一岁就医生推荐 就Emily 所以是医生推荐的 嗯 大概喝了多久呢 从一岁之后开始 到现在 他现在还在喝 对 已经四年了 嗯 就是说从一岁开始喝 就一直喝到现在 对 都没有停过 没有停过 想必他们是非常喜欢 是 那Emily呢 Emily的小孩是 对 几岁开始引用Emily 因为其实如果我的大女儿的话 我就是一开始就未母乳 然后到两岁 然后我的小的儿子就 就是未母乳到一岁 这么办了 所以就到现在 明年要上一年级 我还在给她Emily 对 他们超喜欢的 好 对 可是 我现在想 我小朋友你知道 通常他们会自己要求说 妈咪我要喝奶了 其实会 尤其是早上一起生 他们就说第一件事就是喝奶 然后晚上去就直接一定要喝奶 对 所以我记得我弟弟 一直到小学 都会有这样的状况 就是睡觉前 都会要求要喝奶 是的 那为什么会特别选择Emily 而且喝了这么长时间 有没有特别留Emily 现在来说一下好了 可能对我来说 因为我之前是未母乳 所以我不懂其他妈妈 有没有自己 试过自己的奶 所以我有曾经试过 那我曾经试过其他的品牌 感觉上有点甜 然后有点浓浓的感觉 然后朋友介绍了Emily 就觉得反而感觉就是蛮相似的 那种感觉是蛮相似的 所以就觉得应该是适合孩子吧 所以到现在他们尝试其他的 他们都不能 都不行 对 不接受 所以主要是因为你喝了母乳的味道 发现到Emily 的奶油的味道跟母乳相似 最贴近 最贴近 而且那个糖分 可能是糖分的关系吧 不肯定 可是觉得不会太甜 不会太甜 对 这个很重要 就好像刚才我们郑医生有提到 其实可能儿童在成长这个阶段 有时候不小心摄取过多的糖分 对 就会导致肥胖 没错 那佩君这一边也是因为医生介绍吗 医生介绍 对 所以就特别一定要选择Emily 因为他们喝到奶粉 Emily 不会容易发热气 不会容易发热气 怎么说呢 因为我有试过其他的品牌的奶粉 所以他们喝到第二天就会客收 所以我觉得是奶粉的问题 他这边提到一个发热气 我记得我曾经 我妈妈也是跟我说 就是可能有些小朋友喝到 比较不适合的奶粉 他们就会发热气 不知道会不会是热量过高呢 这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就或者是一种敏感的反应 也有可能 对 没错 那你们对Emily 最满意的那个点是什么呢 喝了之后你看到你的孩子 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 让你很满意的 是的 就是刚才佩君所说到的 就是说不会发热气 可是我的情况的话是多在 可能天天我们一定要肯定他们有上 会有上刚好 要变气 有进有处 对 很重要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个很重要 是 所以到现在为止 六年 七年了 他们都没有这个问题 对 所以都蛮顺畅 没有问题的 所以在排便方面都很顺畅 对 没有担心 对 因为热气可能排便就有问题了 可能 可能会有便便便问题 所以Emily Essential就不会有热气 那佩君这一块 佩君的小朋友也是这样子吗 对 就是便便便问题 而且就是也不会发热气 这样的情况 对不对 可是他们一半夜下来我会讲 妈咪我要喝牛奶 我就会冲给他们 他们要喝Emma Emma Essential OK 那我在想 其实你们的宝宝都是从小开始喝 可能有没有说那个分量会足量的 会增加还是怎么样呢 还是一样呢 还是根据就是Emma Essential的那一个分量 来去调配给他们 其实是应该跟着那个分量来给的 可是我每次叫他们就是说 他们是喝奶 king 喝奶 queen 所以他们超喜欢 所以有时可能一天会超过两三次的 这样子来给他们喝 可是都就是 确保他们是均匀地去 应用其他的那些可能食物方面的 对 了解 而且你们就是安心让小朋友喝了之后 就是知道他们就是摄取到足够的营养成分 这个是最重要的 想必说两位妈妈就是Emma Essential的妈妈 喝了孩子都这么健康 那你们一定会也想要推荐给身边的 一些妈妈朋友们这个Emma Essential 是吧 是 像我的那个大嫂 其实现在我的子女差不多都两三岁了 所以他们都现在在营用着Emma Essential 对 那也是也相信说我们的观众朋友可能看了 就是Emma Essential Emily还有佩君的这些分享之后呢 是 就会对这个Emma Essential更有这个信心跟帮过了 那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来Emily 其实我觉得孩子可能是现在我们妈妈 可能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所以对糖分或者是其他的那种糖果之类 所以我们都很在乎 所以奶粉是其中之一 因为天天他们都会在喝的 所以糖分是对我来讲最重要 是 那佩君呢 有什么要补充的 补充 就是选择最好的给自己的孩子 品质最好的 再加上其实是可能市面上 有很多这个奶粉宴品啊 假奶粉很常会听到 真的蛮担心 所以选择品质保证的这一些 有品质的奶粉 对小孩的健康也很重要 是的 没错 那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Emily Essential 现在有这个Connected Mobs Club 然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资讯 以及更多的这个优惠了 今天非常谢谢Emily 还有PG 谢谢两位 谢谢 来跟我们分享了 那待会呢 三点钟 8864 会有一些娱乐新闻 我们先把时间交给Win 看待会有什么娱乐新闻 Win 是的 那待会三点钟呢 将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叶问斯完结篇很快的 将会在12月20号 在马来西亚正式上映 那昨天呢 宇宙最强真子丹 就来到马来西亚 举办了这个记者招待会 那到底在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他说了些什么 有什么样的话 想要对马来西亚的影迷们说呢 那待会三点钟 将会有我Win李士兵 为大家主持8864 这个时候继续活力加油战 谢谢Win 宇宙最强真子丹 但是也是帅不过李士兵 那你很开心 真的 所以待会去的时候就8864了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呢我们有秋香 为我们介绍吃出健康 来 吃完别走开 是的 每次看到秋香老师就很开心 因为知道又要好料吃了 好吃 而且是健康的 所以今天的吃出健康来 我们就希望可以教很多 在看电视的妈妈们 可以准备一个营养 均红的食物给你的孩子吃了 是的 马上去到秋香 谢谢老师好 谢谢老师好 好 所以今天要准备的这道食材 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做两种 不过它是配在一起吃的 好 第一个就是三文鱼 然后第二种就是做酱料 我们先来三文鱼的部分好不好 好的 三文鱼 有三文鱼 三文鱼 三文鱼要怎么样来处理 对 三文鱼处理就很简单 就用那个海盐 好 海盐 还有那个百胡椒 白胡椒 对 然后就腌它 大约十 对 腌制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呢 就热锅下油 然后把腌制好的三文鱼 和这个大蒜片 大蒜片 一起煎成金黄色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就是这样子 然后煎那个三文鱼就可以了 对 那边煎好的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个就是煎好的 可是为什么要用大蒜呢 因为不可以这样直接用这个三文鱼 这样煎就可以了 也可以啊 不过因为这一道我们要给小孩子 帮助消化 还有就是增进他们的食欲 所以它有特别的作用 对 吃起来的时候又不怕肥胖 对 然后那个百胡椒粉也是帮助消化的 所以这个就是三文鱼的处理的部分了 对 然后我们就来做这个酱料 酱料今天比较特别的是 就是番茄苹果酱 这个番茄跟苹果是两道混合在一起 是 还蛮特别的 真的 酸酸甜甜版 两个三文鱼应该都很高 而且又是酸酸甜甜的那个效果 天然的甜 就不用特别加多的那个糖分 这个分量要拿多少呢 五个的那个番茄 然后一个苹果 五颗番茄 一颗苹果 然后这个大葱一颗 大葱一颗 对 然后大蒜三半 好 大蒜 三半 然后少许的海盐 黄糖 黄糖 还有黄糖 为什么要加黄糖 其实如果小朋友第一开始吃的时候 他可以接受的话 简直不用放 因为我已经放了大葱和苹果 其实它会有甜味了 有甜味 就可以加这种 让他们喜欢的这种 因为是营养 然后还有这个柠檬汁 一颗 一颗的柠檬汁 对 然后白醋 白醋 那为什么要酸酸呢 对 因为我们要方便母亲 或者是家里的人做了可以耐存很久 就是一到两个礼拜 然后这个白醋它就可以是天然的 天然防腐剂 对 所以这个酱料可以收藏一到两个星期 太方便了 对 那怎么样来制作呢 它制作呢 首先我们把番茄 红苹果 生的吗 需要那个串烫吗 对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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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先搅拌 搅拌成泥状以后呢 就直接倒入那个锅里面 OK 然后放这个盐和黄糖 一起煮三十分钟 煮了三十分钟过后 如果它还是稀稀的 那么就继续煮到它浓稠 所以它出来的效果会是这样子 对 比较浓稠一点 浓稠的 当它浓稠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加这个柠檬和百醋了 对 给它 所以不是煮的时候 就是在煮好之后 再加柠檬跟百醋 对 所以你会看到它浓稠 可是我一点都没有加那个淀粉 有看到吗 因为加了苹果 这就是天然的那个淀粉 淀粉 是 最后再加那个柠檬汁 以及百醋 那就OK了 对 太方便了 也不用放油 不用放油 所以它是低油 低盐 低糖 而且这样对健康真的 很有帮助的營養和健康 这个有番茄红素 能够帮助小朋友的眼睛 还有他们的抵抗力 对 还有膳食纤维 真的非常地棒 马上来温习一下 今天介绍给大家 这道料理的食谱吧 这道料理的食谱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先下期再见 我先下期再见 你给我们下期再见 你是不是有点了 卖下期再见 那里面 你怎么没在selling 你怎么回事 我认识 你 Kas在咖啡 我再度见 我ola organic 你去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你不信心 你快点 你再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真的很棒的一道料理 然後乘上去的時候 我相信小朋友肯定會很喜歡的 感覺就是已經很吸引人了 而且它又紅紅沉沉的 看起來就很開胃有沒有 所以我們在吃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醬汁 直接淋上去 然後就可以吃了 好想要試一口 看一下這個 真的 酸甜 味道好好吃 番茄蘋果醬真的很特別 真的 吃起來就有點甜甜 然後又酸酸的 它的甜味又很蒸的那種 我在想這個就是三文魚 然後那個好像主餐 就是我們蛋白質的來源 那如果再配上沙拉 那效果就會更加好 更完整的 就是一些蔬菜 如果是沒有蔬菜的話 也可以用奇異果 水果都可以 因為這裡已經有番茄 也已經有菜了 然後再加一個水果就好了 然後這樣就營養 就是那個營養均衡的 那剛好我們這裡有一位觀眾 他就發問了這一道問題 手機尾號是8732的朋友 他就說我的孩子很常吃沙拉當宵夜 那請問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很容易導致肥胖呢 如果是沙拉的話呢 就盡量減少那個有奶油成分的 反而是它的那個製品對不對 對 蔬菜不會影響它肥胖的 就是它的製品 所以今天我們做到這個製品 主要就是低糖 低鹽 還有低油 低卡路里都是啦 所以如果真的要吃沙拉 配上一些配料的話呢 那就確保你的製品是這個 可以參考蘋果 番茄 番茄 蘋果醬 對啊 而且這個又可以直接做了一次 然後就可以放冰箍兩個星期左右 真的很方便 所以媽媽們這個一定要學起來喔 真的太棒了 所以也非常感謝秋香 謝謝老師 謝謝文莎老師 那在我們的節目還沒有結束之前呢 我們會帶大家做下半身的運動 明天也會有一個不一樣的主題喔 是的 明天的主題呢 和大家探討的就是這個 小心小朋友患上這個憂鬱症喔 所以關悟到這個小朋友的課題呢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呢 都歡迎你發信息 進來我們的活力熱線 018-3700-792 我們明天見 謝謝大家 拜拜 好 那麼今天我們要做的運動 是什麼運動呢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 比較平衡的打扮 第一個我們有Friendly 第二個我們有Jap Cross 第三個有Friend Kick 第四個有Hop 跟最後一個有Shuffle Jack Cross 這五個動作當中 其實又有什麼特別呢 如果做這種東西的話 就會全身得到運動 跟燃燒更多的施放 那麼如果你也想嘗試一下 做這個混合運動的話 我們立刻來開始 今天第一個動作我們叫Friendly 記得要鎖緊你可行肌肉 把你的膝蓋提起向前推 第二個動作我們叫Jap Cross 鎖緊你的可行肌肉 出拳的時候 手要指調整你的呼吸 第三個我們叫Friendly 鎖緊你的可行肌肉 把腳提起 調整你的呼吸 踢的時候 記住腳要伸直 第四個我們叫Hop 做Hop的時候 鎖緊你的可行肌肉 利用鞋肌的力量 左右交替回拳 記得要調整呼吸 第五個是Shuffle Jack Cross 移動後用可行的力量出拳 同時要調整你的呼吸 跟鎖緊你的可行肌肉 5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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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 3 2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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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